Hello 各位同學,繼續說 linear equations into anounce for 書 上一次我們說了這個很重要的結論 就是我們有一條 equation,我們可以把它變成 graph 有圖 graph,就是我們有齊整理的 solutions 這次我們來看看一些問題 看看這條,它叫你 draw the graph of the equation 這條 equation以x加 3y-1等於0的 graph 要你畫出來 在畫出來的時候,因為是無限長的,我畫哪一段呢? 它通常都會說明的,叫你畫由XW負射到XW2這一節 那我們要怎樣畫呢? 首先,我們就應該找回個 equation 的 solutions 首先,先做個 change the subject 吧 因為我們都需要帶進去,找回那些 solutions 是什麼 我們就把 X 進去找回個 Y 吧 這裏呢,因為它要求是由-4 去到2 這個範圍 就是一定要畫到這個範圍,可以長過的 但是一定要畫到這個範圍 所以說什麼呢?它一定要有-4 和 2 的位置 所以呢,我們就代點了 代點下去,我們就選有-4 然後找回個相對應的Y X也要2代下去,找回個相對應的Y OK,只有2點而已,不夠的 我們就要選多一點 所以你就會任意選一個數字 那就是什麼呢?最好當然是-4 和 2 中間 因為我們一定要畫到這個範圍 所以你就選一個中間的任何數字 代入去,去找回個相對應的Y 去找回個相對應的Y 那,選什麼數字呢?其實是任意的 你喜歡選什麼都可以,你喜歡選一個0 和 1 都可以的 選什麼數字都可以,但是我們會盡量選一個 它出來的數字都是一些整數 就會比較容易捉到 OK?其實我們平時 我平時都會選0、1、負1等這些數字 先試一下這些數字 它出來的Y 是一個整數 讓我們比較容易捉到這個圖 這次它選到負1、負1 丟進去的時候,我們就找到Y 等於1 好,最少我們找到3點了 找到3點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在Graph Paper上 去捉回這3點 然後連回一條直線 因為它是一條Linear Equation 所以它一定是一條直線 所以我們只要找到這3點 就可以連合它做一條直線 然後記得 最後我們一定要寫下 這條Equation 在這條線旁邊 因為我們畫很多條Equation 畫很多條線之後 我們都不知道哪條打哪條 我們要寫在旁邊 這條線其實就是這條Equation 這樣 OK 所以我們去Draw一個Graph 就是要做這幾步了 OK 再看 7.3 Draw the Graph of the Equation 2x-y等於3 由x-1 到x-4 好,做法一樣 我們先做一點手腳 調一調個位置 把Y 變成subject 然後我們代x-1 然後代x-4 OK 然後拿回Y 然後拿多一點 -1和4之間 任選1點 那選1點是0 0是最簡單的 OK 通常代入都是得到簡單的 好,代入之後 我們就得到這些數字了 那我們就用這些XY數字 把這3點計畫 在Forgraph上 把這3點計畫 你看到它計畫在哪裏 OK 一個靠叉 一個靠叉 所以為什麽叫大家打一個小靠叉 OK 你看到這幾個例子也是這樣做的 打一個小靠叉 讓人們看到 那些點在哪裏 OK 就算你旁邊不括數字 人家也會看到 你的點在哪裏 OK 接著旁邊寫一條 Equation 2x-y等於3 OK 這樣就完成了 Draw the Graph 好,接著 部分B了 如果P 是這點 3P 還有Q 是Q0 Line on the Graph 現在就問你 Find the Radius of P and Q 好,如果這兩點都Line on the Graph OK 都Line on the Graph 那即是什麽 那即是說 其實我們現在有圖在這裏 我們有圖在這裏 我們就照對 P點了 P點是說 它的Coordinate是3P OK 即是XCoordinate是3 然後 接著 那即是什麽 我們在圖畫上看 咦? 對著3 那我那個Y coordinate on the Graph 在這條線上 所以對著那個Y coordinate 就是3 所以呢 我們回答 哦 X coordinate of P 是3 OK 那我們from the Graph OK from the Graph 因為我們有圖畫 會看出來的 你告訴別人 你在看什麽 OK 我們就看到了 哦 當X是3 Y 就是3 OK 所以這個P 也就是3 好 那 Q做法是一樣的 OK 那這次是Q0 Y coordinate of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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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找回 咦? 相對應的就是什麽? Y是0 那我就拉過去 我們可以看到 咦? X就是這個了 X就是1和2 中間的 即是1.5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你不要倒轉了 XY兩個來看 我怕小心點 好 所以我們找到 有個Graph 我們看到的答案 其實 就不用計 這個 只要看圖 我們有一幅圖 我們就可以 看圖答 好 Passe Dust R 這個是-12 Lie on the Graph Hence Determine whether-12 is the solution of the equation 好 我們又看了 這點是不是Lie on the Graph 圖在這裏 我們當然是看一下圖 好 -12 -1在這裏 X -12 在這裏 OK 那就是說 這一點就是-12 這一點就是R R點 R點是不是在Graph上邊 好明顯就不是 不在Graph上邊 那就是它是不是Solutions 的這個 那就是 這就不是了 OK 所以回答 它不Lie on the Graph 所以它不Satisfy 這個Equation 所以它不是Solution OK 就是這樣了 所以我們知道它是Solution 它就一定在這條 線上 on the Graph OK on the Graph 那倒回來 如果它是on the Graph 那它就是Solutions on the Graph on the Graph 好 再看一下這條 例子 The Figure shows the graph of the equation 這一條 OK 那P就是Points on the Graph 這次有什麼問題 就是 哎呀 嘩 我沒有格子 OK 它只是畫了一條線的樣子 給你看 那我怎麼知道 它是不是 或者找它的可動 我怎麼找 那我們就不能看圖 來找 我們就要計算 有圖 我們就看圖 沒有圖 我們就計算 怎麼計算 我們找個X coordinate of P 現在說明了 P是Point on the Graph OK 它是在這條線上的一點 來的 即是說P點 是Satisfy 這條Equation OK 5X加Y等於-2 那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計算它了 而我們呢 在這裡有的是 8 8是什麼來的呢 是P點 這一點的Y coordinate OK 是它的Y coordinate 那就是說呢 我只要代回Y8 我就可以找到它的相對應的X 是多少 OK 這個是多少 Y coordinate P 是8 那我就代了 當Y是8 的時候 代回到Equation 我們算到X是-2 所以P點的X coordinate 就是-2 OK 當我們沒有一幅準確圖 我們只有這幅草圖 我們就只有計算 去找它 好 看看拍片 DETERMINED WHETHER THE FOLLING PONSILE ON THE GRAPH OF THE EQUATION OK 喂 一幅圖 是一幅草圖 我們沒有得對Graph OK 我怎麼知道它是不是在Graph上 那我們就要計算了 怎麼計算呢 我們就嘗試代回這個點下去 這個Equation 看看它是不是Satisfy 這個Equation 如果它是Satisfy 是滿足到這個Equation 即是它的Solution 就是它的Solution 看它的Solution 就在這個Graph上 OK 所以我們就 Consider一下 Q點 Subsidive X-2 和Y-8 intoEquation 我們要去看看它是不是Satisfy 我們就需要分開 Left-Hand-Side 和Right-Hand-Side 來看 OK 因為我們要看看它會不會觸到 Equation 我們就要看看它的等候正不正確 我們在它正確之前 我們不可以馬上使用這個等候 我們一定要看看它正不正確 我們找到了 Q點呢 放進去之後 一個是2 一個是-2 就是Left-Hand-Side 會不等於Right-Hand-Side 所以它就不是Solution 就不會Lie on the Graph It does not lie on the Graph OK 這個就是我們怎樣去Determine 它是不是Lie on the Graph OK 好 接著 Part2 又是 我們看Point-R Subsid條 X-1 Y-3 Subsid條 看看Left-Hand-Side 是不是等於Right-Hand-Side 如果Left-Hand-Side 等於Right-Hand-Side 那就是它是一個Solution 所以它就拉上Graph OK 就是這樣 我們就是這樣去Determine 究竟它是不是Solution 或者它是不是在Graph上 OK OK 但它可以從Road-Hand-Side